台風和南港輪胎之間炒來炒去 南港輪胎是台風的大股東之一 從去年炒到今年還在炒 那麼現在最新消息是 法蘭董事趙國帥突然遭到了撤換 趙國帥突然遭到撤換 台風法蘭董事的職務之後 董事葛作亮就發了聲明 痛披臨學譜是過河拆橋 再見我們特別邀請到董事葛作亮來到 節目現場 作亮兄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也邀請到自然媒體人國元 菁姐好 大家好 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來先幫你做個翻譯 你剛才講的是文言文 我幫你講到白話文 什麼叫撤換法人董事 開除啦 回家吃自己啦 就是這麼簡單 那為什麼趙國帥突然被開除呢 欸 你要知道耶 在今年的10月15號 開了太豐110年度第一次的古靈會 誰是主席 趙國帥啊 揮著大軍 好不容易讓南港門關 成功的入主到了太豐了 所以他本來就是南港輪胎的法蘭代表 對 他代表的是南港輪胎 卻被南港輪胎的老闆給fire掉了 對 你要講很奇怪嗎 我代表你的南港輪胎 然後好不容易終於成功入主了太豐了 結果短短幾天 十二天啊 十二天 十月十五號經過票選成為董事 十二天 連兩個禮拜都不到 就跟我們起頭了啊 這是什麼事情 最轉命的董事啊 對 你要知道 當初我們講實在話 南港輪胎要入主太豐的時候 最重要的一個目的是什麼 希望能夠活化整個太豐輪胎 然後呢 間接的能夠幫助太豐輪胎 甚至能夠處理一下太豐中立場 這塊黃金中的黃金的土地 好 所以一切都是為了那塊 中立土地啊 不過也來問一下坐亮兄 據說呢 林學浦打了一通電話給你 不是他打的 是江七星董事長打的 然後我接到以後呢 他才把電話轉給林學浦 所以其實是江董打的 但這樣聽起來是江董幫林董打的 對 對 對 所以林學浦跟你通電話 說了什麼呢 這個跟各位報告是這樣子 我們本來是今天28號要開董事會 第二次董事會 那我就在19號我就提了一個提案 我說希望董事會成立三位成員 來貫徹股東大會的這個議案 那就是處理這塊土地 所以這塊土地怎麼處理一下 股東大會已經通過了 對 對 對 那就要照股東大會的決議 所以要有三位董事來執行 然後再向董事會負責報告 那這個案子19號上去 20號電話就來了 轉給我以後林學浦顧問 他就跟我講 我講了一句話 他說他不同意 這個案子他不同意 這是經過大會 我說你這個案子 你不把我擺上去沒有關係 我就臨時動議提出來 就這樣子 然後他就很不爽 電話就掛了 那我個人這個最嚴重的就是 他只是一個顧問 他在太風輪 他沒有擔任任何職務 一個顧問怎麼可以插索 董事會的事情 而且獨攬公司大權 都有權無責 這嚴重破壞的公司治理 第二個是 如果這塊土地怎麼處理 已經是經過股東會 已經是走完程序的 他怎麼能夠翻案呢 他 他怎麼能夠不同意呢 對 我也搞不清楚 為什麼這個樣子 至少你到董事會開會 我們現在延到11月12號 董事會上你要跟我說明 你的理由講得出來 大家都能幸福 你晚一點開發 可是不是啊 我們的董事 股東大會的決議是 馬上要開發 他為什麼可以 我搞不懂 他到底是誰 股東大會的決議是 這塊土地馬上要進行開發 就是想要唱一首歌叫聯後你知道嗎 林岳北感覺上就在這個布聯後面 整個營屋者控制了整個太風的運作 他是代表南港的最大股東對不對 可是他自己本身不進入到董事會 他派了法人代表進去 然後又把人家幹掉 對 不高興又把人家幹掉 那就算了 然後呢 他還整個愉悅了董事會 你要知道 關鍵其實就在這塊土地 這塊土地四萬四千坪 然後中間還有一塊公園 跟大安申定公園一樣大 那根本就是已經比 那個信義區還要更值錢的一塊土地 那這塊股東會不是已經做出了決議 說我們這塊土地 我要把它放到市場上公開的標售 沒錯吧 股東會的決議 合理合法 公開標售最好 其他人就坐在你後面 就是董董他提了 所以這個東西 股東會經過了表決以後 送進了董事會 董事會就要聽股東會的指令 然後開始要去賣這塊土地 但是你要知道 這個土地太有價值了 所以林雪浦其實說真的 很怕 你在洗盆養你知道嗎 養了怎麼辦呢 他在這段時間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秘密了 派出他的神秘部隊出來了 這家神秘部隊就叫做南融開發公司 南融開發公司是南港公司的 百分之百持有的子公司 他可以說是 你要知道南港 現在已經是泰豐最大股東了對不對 那你南融公司跟南港有關係 你跟泰豐有關係 正在證交法沒有規定 這叫關係人交易 對吧 你要有重訓還要經過誰的同意 董事會 請問董董 你知道南融開發已經進到 泰豐中地場了嗎 你知道嗎 完全不知道 你看 董事都不知道 可是呢 林雪浦已經把他的神秘的部隊 殺進了中地場 看完了以後 只講了一件事 這個土地太胖了 要賣掉 我不敢 他最高這個土地 現在上看 一百億起跳 如果要公開標售的話 一百億起跳 那如果他自己不管這個土地的標售 他自己要用呢 用南融開發 複製四季明珠的一個成功開發的經歷 他自己弄呢 錢進誰的口袋 如果是公開標售的話 是進所有泰豐四萬八千名股東的口袋 但是如果是南融開發自己來弄呢 進誰的口袋 所以我很多事情 我們不用去問 留下一個問號 但重點是 這裡面涉及到 已經是採下了法律的紅線 因為泰豐公司本身自己的土地 處分準則裡面 就已經說 你什麼事情要經過董事會嘛 不然你幹嘛 那你不然你自己來當董事嘛 好 所以座亮兄 林雪浦他在入主泰豐的時候 第一時間是不是就是 著眼在那塊土地 看起來是我認為是 就是為了這塊土地來的 對 那現在這塊土地 這個肥油門又沒辦法吃到 是 就收起了 所以他才推遲啊 不願意說馬上去開發 不願意馬上開發 那現在公司對這塊土地的想法是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 這個開發以後 對中立地區的繁榮 也可以加速推動 也可以活化泰豐的資產嘛 現在對股東來講 創造最大的利益嘛 所以我們公司希望馬上要去做 以我代表的 法人代表 我是要盡我 善良管理人的責任 比如我知道 剛剛國務員說的 以現在市價賣出的話 對於泰豐的EPS會增加多少 因為這關係到廣大股東權益 我們不能因為一個人 他基於這塊土地 就影響到所有股東的權益啊 你們有沒有計算過 我很保守的講 大概要30塊 EPS30塊 娟姐一點都不誇張 為什麼你知道嗎 泰豐的股本多少錢 47億 這塊土地隨隨便便賣 120億 三倍的價錢 他的資本額三倍 EPS30塊 太正常了 所以你說 所以這塊土地 關係到這家公司的EPS 高達30塊 不要說董事會了 小股東也沒辦法接受啊 你不能賣白目啊 對 所以很多人 就有些人是會看上這個東西 但是重點是 你要用董事會去執行嘛 如果你這樣就干預的話 正義違反了公司治理的原則